子清是她過去的身份 現在呂紫薇是台灣的幼兒園老師 利用學生放暑假期間 把專業帶到台北青脈 雖然自己的力量沒有很大 但是可以將這份小小的力量 然後分享給更多的人 然後去幫助更多的人 就是不會只有 只局限在自己的生活空間跟生活範圍 而是去觀察跟注意到 更多需要就是被愛的角落 一代代分類好的垃圾 會收到正確的統治力 來自泰國邦彭村 與方縣學校的小朋友 相約在泰國青脈刺激學校 透過活潑的團康遊戲 體會環保的重要性 課的內容就是有資源回收 跟垃圾分類 還有減速的這個部分 自然就會影響到我們的生活上 所以我們是一個小孩子 以身作者 以環保這個方法 去拯救地球媽媽 台灣慈青善用假期 把自己的專長投入到營隊課程中 以動人有趣的教學方式 吸引許多小朋友去主動學習 讓暑假過得更充實 帶新聞珍善美志工 簡淑司 張曉娟 陳坤安 泰國報導 我群玉